我们常常顾虑着自己造的卧业深重 业障消不了 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忏悔 总是怀疑 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道理 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个疑虑 不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之大 不知道 所以乾清 乾隆年间 灌顶法师 大师的外号叫慈云 灌顶是他的名 他在《观无量寿经之之》 这本书里头 《观无量寿经之之》是他做的 这个法师很了不起 一生著作等身 情欲卸足 日本《万字虚藏》里面收集他的这个著作就有二十多种 他著作的 他著作总共大概有四五十种 非常丰富 《观经之之》里面告诉我们一段事情 他说 众生造极重的罪业 所有的经教 经之 都救不了他 所有的这个忏法 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把他的业障残除 最后还有一法 可以把他的罪障残除 这一法就是专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名号知道的人很多 这个名号功德利益知道的人不多 所以很多人轻看了他 小看了他 罪业造多了 请法师来帮助他忏悔 规模大的做水炉发挥 修良黄宝灿 修良黄宝灿 水灿 大灰灿 乃至于法华灿 很多灿法了 实在讲 底不顾一句佛号啊 不必请人帮忙啊 自己一个人在家念 就把业障残统统都念掉了 都把这一页都念掉了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这个立业了知道的人不懂 知道的人他就真干了 真干的人 三年五载 效果卓卓 他真成功了 对于是